清洁队员们利用清沟的工具卖力清淤水沟 更清出比手臂粗大的石块相当夸张 抗润台风来袭为了降低可能的积淹水情况 基隆市环保局各区对清洁队员一早就依照规划加强水沟清淤 其实水沟清淤对于基隆市环保局来讲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之一 我们每一周每一个月都会固定的针对基隆市的主要干道 进行相关的清淤工作 那现在康瑞台风即将在本周就会很接近台湾 所以我们也会加强相关的水沟巡检的工作 那我们确实我们几个清洁队的班队都很认真很努力 在这段时间我们就加紧的加强我们水沟的清淤 希望如果是强降雨或是台风来袭的时候 可以有效的让我们的雨水可以快速的排除 环保局长马仲豪指出环保局平常就有规划定时清淤各区的水沟 台风来袭前更会加强清淤 虽然先前三驼额台风期间降下破纪路的雨量导致激淹水相当严重 也传出部分外界声音质疑是否是因为水沟没有清淤 但是积淹水来得快也消退得快更说明清洁队员们平时清淤水沟的努力 我想近几年极端气候我们基隆适逢七八十年来没有遭遇过的这么大的水量 那以我们的各主干道来讲因为清洁队都有很仔细而且很负责任的 我们都有定时的在清淤 所以我想这次大家也可以发现虽然水来得很快 但是它退得也很快 其实就可以间接的证明清洁队在各主要干道的平时的清淤工作是有成效的 而且非常确实 马仲豪也呼吁大家平时千万不要乱丢东西 特别是建筑及道路施工的石块等异物 以及倒油水到水沟里面才能减少淤积成块阻碍水流的问题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